另一项是新能源车概念的股份 亦看到逆市开动 尤其是长期发了一个营起 昨天看到股价升了近1.6% 就破了顶 另外一些车股像丙亚迪也升了6% 还有一些相关概念股禁风利业也急升了1.4% 究竟这些车股客 你觉得再升空间多不多? 追不追得过呢? 车股真的很个别 如果刚刚提及到三间公司的情况 我们有些丑络概念有些不同 长期最主要就是大家看到第二季 就是一个营起 第二季的业势表现是强的 而且它的模拟率其实每一升 令大家有些惊喜 为什么呢? 因为长期本身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经常都说的 它卖车的车比较便宜 在变相之下 其实那个的模拟率 其实大家是很担心的 因为特别是过去这半年的时间 你见到原权都价格上了去的 所以大家都担心就是说呢 可能它的模拟率 更加知道每天都要赚一个薄利 所以这次见到这个情况 你说令它的股价有这么大的抽升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当然了 已经是昨天的时间了 升得这么急上来的时候 现在才再追 它有些短期值的空间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按照你长期以往的时间 它有些业务上的发展 它有一些叫改革 我想这方面对于它的帮助 如果你是以今次的业务来看的话 似乎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帮助 所以就没有程度上 如果以车库里面来计算 长期 如果它有机会回到去的话 你说当你短线部署的 帮它可能不接收棍的话 你都可以再想一想 但是你说比亚迪和禁锋利业 就另一样东西了 比亚迪本身因为你见它新能源车 就是上次出货量那里 其实数据是漂亮的 是厉害的 所以为什么它的股价 就是之前你可以说 它跌了牌后 就是之前那阵子跌得比较多 接着也跌得比较快 这样的情况 其次就是因为内地 也是考虑一些新能源车的概念 所以这一只你说现在 假设 如果你是想在汽车股里面 你要选一间 可能有些品牌去买的话 比亚迪都是其中一只可以考虑它的股份 而禁锋利业就没有了 因为 在过去这一两个时间 都有一些大行都出了报告 就类似说有些质量的电池价格 还可以升 还有就是说 可能这些新能源车的电池 因为未来几年的时间 有机会公平英雄 所以就可能炒着这些状况 而且你也见北水仍然在抗这个股份 所以这一只就强有它的原因 但只不过 你说这一只就真的 都升得比较 都挺夸张的 这一只现在才追 反而又不是很建议 当然你说这些股份 你有货的话 可以先拿一段货 就是放下纸 没有所谓的 但是未有货 现在要充 我又不是那么胆 我认为 可以让你住 来不容易 在一小口 接下来 接下来 的 电池价格 现在人家装装上 我们有机会的 电池价格